Hello 大家好 我是Candy 很久沒出過影片 今天就在家裡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一個Hall的影片 因為春天 所以也想裝滿一些春妝 所以就去買了一些新的化妝品 美其明就是用來化春妝的 主要首先就是底妝 因為之前用Clay Depore的粉底 冬天用得不錯的 很滋潤的 但它比較稠一點 很難去推開 我現在使用它的時候 我都會混合精華素去使用 令它更容易推開 所以就想找一些 延展性好一點的粉底 去春天或夏天使用 也想用一些不太容易使用 或者吸肥 全不需要這麼高的粉底 就看了一些開架的品牌 因為我也是想先試一下 所以就先看了一些 drugstore的品牌 我去春天使用沙沙 也看到這個 法國的品牌 Bonshore的品牌 我之前也有用過它的品牌 我用過它的 CC Cream 也是不錯的 但還是比較潤一點的 對 那個也不錯 用光了 我看到這個 它就是 Healthy Mix Serum 它就說 它是一個 Gel Foundation 一聽到Gel Foundation 就想著 它應該是很爽的 所以就馬上試了它 它不好處就是 它只有三個顏色 我選了這個 就是 Light Vanilla 51號 就是最淺色的 也挺適合我的肌肉 它就標榜說 它有16小時的 它就標榜說 它有16小時的 Radiant Boost 那 我呢 就只是試過在手 就是 沒試過在臉 所以也不知道 那看一下第一印象 它有一個Pump 我也挺喜歡 它有一個Pump 你擠一點 給大家看一下 它呢 挺容易推開的 我在店裡也有試過 也是容易推開 而且很薄 那因為呢 它是Gel的粉底 我覺得用掃來想會最好 那所以呢 我就 再拿了一個掃 其實這個掃 我是經過Eddu House的時候 看到的 其實這種掃 它有這個袋裝著 我也挺喜歡的 那 那 開了 這種掃 其實我已經看中了很久了 那 我 之前在Sephora已經看中了 但是呢 就要$275 我就覺得太貴了 那 之前去旅行經過Sephora的時候 每次進去的時候 我都看到我都很想買 就說 跟自己說 I don't need this I don't need this 最後其實是 I really need this 所以呢 我看到這個 是Eddu House的$75 那我覺得 都可以 所以就買了 那 它呢 就跟一個膠的頭 那 我多數會保持的 都會有用的 因為呢 當你洗完掃的時候 你會想把它這樣放 那你這個平的頭 就可以這樣繩住 那也都非常方便 所以我會留這個 那 Sephora那個是有買蓋子的 那 雖然這個沒有 但是也不錯 我會留下 那它是 這樣平頭的 而且它是 我很喜歡那種 很Dance 真的很密的 那些 很密 那我都蠻喜歡 而且它的尺寸 是小一點的 那我其實也有些Dance的 即是平頭的掃 不過是比較大一點 那我就想找一個小一點 那方便Triple之外 它這些 鼻位 眼底 這些位置 都會很方便 還有嘴 這些 都會很方便 所以應該都不錯 雖然我還沒試 那我可以呢 試一試給大家看 在剛才那個粉 那 那 應該也是 那 那個效果都不錯 你會看到是非常透薄的 這個鏡頭很麻煩 但是它其實是非常薄的一層 而且又不黏 而 Stay-on-Stay-on 就真的要 測試才知道 那我會再分享一個影片 測試一下 那 用完呢 又可以放回它 這個袋子那裡 那我覺得也是一個 挺不錯的 巴筋 那 另外呢 去Edual House的時候 還拿了這個 因為想化春妝 那 眉毛也是想淺色一點 就買了這個 淺色一點的眉毛膏 那 那 也是Edual House的 我想它只有一個眉毛膏 不知道叫什麼名字 啊 Color My Brows 那它呢 就是 顏色 我就拿了是04 Nectro Brown的 它呢 看起來是 也挺淺色的 而且呢 這些 睫毛膏呢 一開始呢 都是 會比較濕一點 我覺得 我覺得它乾一點會比較好用一點 那 一開始呢 因為它很濕 可能你要 插一插才上眉毛 會比較好 那我也要 測試一下才好 好不好用 那我今天在店裡也試了一點 其實呢 你看看 好像很淺色 其實它也挺深色的 對 那 因為我之前冬天的時候 用了一些 都是比較深色的 眉毛的 產品 所以 就會 想試一下淺色一點 另外 還有 就是 也是Bond Shaw 因為它在SASA 好像買了兩個 產品有七折 那 所以 我睡得很痕 那 所以呢 就再拿了這個 是一個 叫做 Aqua Brush 那它說 可以12小時 保持 可以保持 12小時 那麼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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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春妝呢 用Liquid的 或者是膏狀的 都是不錯的 因為呢 它會更多一個白淚透霜 透薄一點的效果 那 那 之前我有一個MAC的 我很喜歡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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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找了這個 那 那 它呢 就是 最深 因為是新的顏色 我覺得還是不會太透心 不會擠那麼多 可以截開給大家看 其實它擠在手上 我覺得也不太深色 而且它還可以 混合 我覺得用手上也不錯 另外 因為想化春妝 所以想找一支啡色的眼線筆 我很喜歡這種 圓筆的眼線筆 因為畫在眼線網很方便 這一支就是 Majo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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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啡色 帶一點點金的 沒有名字 我覺得 找這些眼線筆最重要 最重要是保持妝 不會掉進去眼下 我在店裡試過 畫完後 要等它一會 再插 都可以的 另外 現在在等的時候 而且它也很容易畫 不會卡住 另外 買了這個 KIKO的 一個 意大利的牌子 因為它簡價 39元的一個唇筆 它跳出了我自己的 Composone 因為我平常都會喜歡 鮮色一點 或者是 粉紅色一點的 唇部產品 這個呢 比較深色的 就是 有些霉紅色的 那我之前 拍了一個 深色嘴唇的妝 也不錯的 其實因為 春天不一定要用 很曳光 或者橫色的 唇部產品 那深色嘴唇 也是不錯的 嗯 都跟我這個指甲的眼色 都很配合 那 那 我都用了一段時間 它 令到那個唇 是 真的 顏色可以留下一點 那 也不錯 不錯 然後 另外呢 嗯 這個 這個 咦 這個我剛才介紹了 剛剛說的 全部都是 化妝品的產品 那 另外 就是 護膚品的產品 我本來就買了這個 那這個呢 因為 夏天我都想用一些 爽身質地的產品去用 那 之前就找過很多什麼B3 B5 Gel 那 價錢也挺貴的 也要六百元到一千元 這樣都有 而且 份量不太多 那 這個呢 它就是 叫做 Oil Free 喔 這個牌子是叫做 AESOP 是不是 啊 那 也 那 這個呢 就叫做 Oil Free Facial Hydrating Serum 那 它裡面主要的成份呢 就是 Alovia 其實真的就是 蘆蕙啦 那雖然蘆蕙是比較便宜的 那裡面呢 還有這個 Yang Yang 它有陣陣的 功效啦 我查過 另外還有這個 最後這個 我不懂 是不是 Penfernal Penfernal 我不知道 那 我查過這個成份 其實呢 就是同方間說的 BV sorry B5的精華 是一樣的 其實它是B5精華 雖然它這個 裡面含有的B5精華 就會比較少一點的 但是呢 它非常之大 才是四百多元 我覺得都不錯的 那我呢 就早晚都會用 你看到其實我都用了幾多的 那我每一次都會噴醒噴去用的 那晚上我會混一些 精華素 不是精華素 sorry 會混一些精油 玫瑰的精油 那對於去 去印啦 或者減少暗瘡 都非常有幫助 那它保濕也是不錯的 那我會給大家看 那我都會用 用光澤東 那它也是 非常清潔的 那我會用光澤東 我現在就 沒有折出來給大家看 因為它都很 很濃的 那它呢 你見到 是很濃出來的 那我意思是 那我就會 這樣 然後塗上光澤東 我會用光澤東 那它會搅拌 那它開始是有一點黏的 但是呢 它都很快吸收 那它味道就是 這個店舖的味道 就是 石藍草的味道 那我也很喜歡一些味道 然後還有一個 想介紹的產品 就是 應該是上個月買的 就是香水 這是一個蔥蜜蜜的香水 它是限量的 它是 wild strawberry and parsley 就是芫荽 你會以為它會很甜 但其實它一點也不甜 它呢 它是 它是非常 像草的味道 好像在你自己的口花園的garden那樣 因為我進去店裡它有四五種味道 所以我就跟它說了一種最草的味道 所以它就介紹了我這個 真的非常特別 也非常香 雖然現在未必可以買 但是可能很多上網的 或者格子店都會有 那 我都覺得真的不錯 那今天這個介紹就差不多了 那遲些review再補給大家吧 好 拜拜 Thank you